TRA1-Line 判斷 3-Line 判斷 4-Line 判斷 4-Line 判斷 4-Line 判斷 5-Line 判斷 直線 一樣齁 直線的話需要兩個條件才能跑出直線 那圓的話也一樣 它也要兩個條件,所以圓的條件是哪兩個 第一個是圓心 第二個叫做半徑 OK 那圓心跟半徑這件事你就可以決定出圓 好 那我們在我們的選修啊 最後還有一個2-3還沒交對不對 那一張為什麼我會先跳掉沒交 就是因為我覺得你把圓先念完一遍之後 再回去看它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的2-3其實就是要把負數 A加BI 變成三角函數的表示 變成三角函數的表示的時候 又把它放到圓裡面去思考 所以它就是很神奇的一個東西 既然有一個數字它可以跟圓的方程式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個數字叫做負數 所以我們後面還會再去討論它 那對圓的話我們只要知道圓心和半徑 我就可以寫出它的定義式 所以它說以M為圓心 R為半徑 那你的定義是什麼 定義很簡單 就是所有的點 P到M的距離 都要等於半徑 這樣就好了 隨便一個點P到M的那個點距離要等於半徑 好 那這個P的作標我們就可以設它叫做S多點Y 那 代進去這個代數式 這個關係式的話 它就得到PM的長度就是S-H的平方 加上Y-K的平方 那距離的話就是開根號碼 等於R 那這個我們就稱為圓 好這是圓的代 代那個什麼定義 就是這個定義就顯成這個代數式 好 但是這個代數式也不夠漂亮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後來我們說過我們喜歡的代數式 就是不要把位置數放在三個位置 就是分母跟號絕對值 那為什麼不要分母 因為分母有等於0的危機 那跟號裡面呢有它小於0的危機 那絕對值的話有它畫圖上面不好畫的圓 那個麻煩 因為它絕對值會造成折疊嘛 所以我們不太喜歡那三個位置 所以後來我們如果真的要把它形成 我們比較喜歡的方式的話 就要把那些東西都排除掉 好 可是這個代數式 其實你不要看它這樣子 它的代數式其實是完美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本來擔心根號裡面是有負數而已 可是這個根號裡面不會有負數 它是正數或0 所以加起來都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圓的方式 它跟直線的寫法不太一樣 直線它說它寫成這樣子 它說這叫做點斜式的定義 沒錯 可是這個代數式它其實有瑕疵 因為它會少一個點叫做3.1 對不對 所以 不是說每個定義式都不完美 只是有些不完美 這個是OK 它是完美 可是我們還是有習慣上看到標準式 所以就是希望把根號絕對值 還有分母拿掉 所以這個時候兩邊同時平方就會寫出這個 好 那別忘了這裡有一個阿平方 因為我們每次在寫這種節目的時候 大家最容易忘記的就是標準式的後面那叫做阿平方 因為如果有一天你寫的時候寫到這裡 突然這裡寫一個5 你還知道它的半徑是根號5 那沒問題 但是如果我今天寫根號5 你就會寫它半徑就是根號5 為什麼 因為你會有預設嘛 預設說等一下答案應該要開根號 你已經看到根號 你的大腦就會傳遞一個訊息 你有看到了 但是你還沒開阿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養成一個好習慣 就是它後面會給你一個數字 好像這個地方的話我就幫你寫K 以後你會養成習慣 它只要寫成這個樣子的話 你就把它圈起來上面寫一個阿平方 這是一個保險 你不要以為你看到你就會想到 有時候你就會忘記 所以你最好把它圈起來寫一個阿平方 就這樣而已 OK 好這樣我們可以 好那這個阿平方 後來我們說這個就是配方配好的 所以後來我們也會希望你將它展開寫成一般式 那展開之後就會寫成一般式 那一般式長相會長這樣 它會有S屏它會有Y屏它會有X像 它會有Y像 最後還有一大堆的長數像 所以經過整理之後它可以整理成這個樣子 好等於0 好那我寫成這個樣子是因為真正在整理的時候 其實中間有可能還會有XY像 那它的係數分別叫做A B C D E F 那我們稱樓下這個東西叫做二次曲線 好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有定義 說有一些代數是它已經被指定一定要叫什麼形狀 比如說二元一次式就是直線方式 這已經沒什麼好改變 可是接下來二元一次討論完之後 接下來就討論二元二次式 那二元二次式的長相大概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如果它今天是要叫做圓的話 它的這個係數A B C D E F 它會有特殊條件 那它的特殊條件很簡單 如果你展開之後你要是一個圓 你的條件如果是要一個圓的話 你的條件叫做A要等於C 第二個條件B要等於0 就這樣 A要等於C B要等於0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進入圓的機會 可是會不會是一個圓 就還要再看什麼 你的半徑有沒有出現 所以接下來你就要進行配方 OK好 可是我們先看到這裡 為什麼A要等於C 因為我們從圓的標準式打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打開一定是一個X屏 加上一個Y屏 一個X屏跟加上一個Y屏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會產生圓 X屏跟Y屏的比例是1比1 那你有可能把它寫成3跟3嗎 有啊 方式是同層3就有了 對不對 好那再來就是這個標準是打開之後沒有SY項 所以它這邊不應該要SY項 就這樣 所以要滿足這兩個條件 你才有機會叫做圓 好那第三個要確定它是圓的話 要再滿足什麼 好就寫上去 我們不配下來 我們用配方 得 R平方壓大於0 你可以把右邊的式子 經過配方之後 配成像右邊這樣子 左邊這樣子 之後你就會看到R平方的位置 它要是正數 那你就可以叫做圓 好這樣我們0 好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情況 不是第二個情況 其他曲線 那其他曲線的話 其實我們後來有講過 如果只要A不等於C 基本上你就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叫做橢圓 再來是雙曲 再來就是拋物線 好但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不會去想那件事情 我們只要知道說A跟C 它這兩個係數不是1比1 只要不相等 那它們基本上就會產生 出現什麼 橢圓雙曲跟拋物線的機會 好 什麼時候會拋物線呢 我們會得到A跟B兩個同時為0 或B跟C兩個同時為0 那就是拋物線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兩個遮起來 就是一個Y的24 如果這兩個遮起來 就是一個X的24 Y就是一次四 對不對 所以Y等於AX 乒乒乒乒乒乒乓 上下開口的拋物線 這樣的話叫做什麼 左右開口的拋物線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 好那如果今天 A跟C有一個不為0 兩個都不為0 那這時候 他們兩個就開始去討論 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A跟C有沒有同號 那不相等 不相等的情況之下 A跟C也都不等於 它們如果兩個都同號,那就是橢圓 為什麼?因為橢圓的方法叫做長度加長度等於2A 那如果它們兩個是一號的話,那這個時候就會造出什麼?雙曲線 一個針一個負或一個負一個針的時候就會是雙曲線 為什麼?因為雙曲線是用相減的 對不對?所以它就會造成這種東西 那後面這裡的討論我們就放著不用討論它 因為我們沒有要去預分類 我們大概就看到這裡就好 好,這叫圓,標準式跟一般式 可是標準式跟一般式,其實後來也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表現方式,其中有一個叫直徑式 那描述一個圓上的每一個點,其實後來我們也會給直徑 如果AB是這個圓的直徑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會從這裡去講,那圓上的每一個點會發生什麼事? 就可以發生90度 就會發生90度 所以這個時候圓上的每一個點叫做SY 那你的直徑如果叫做S1Y1 跟S2Y2 那這個時候 P到A的距離 P到A的長度跟P到B的長度 會互相垂直 那這個時候我們 只要發生垂直的話,我們最容易想的東西叫做什麼? 斜律相乘等於FV 向量內積會等於0 那這裡的話我會建議你用 向量內積等於0 為什麼 因為 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東西是90度 所以斜律相乘等於FV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也會看到有一種90度是長這樣子的 那這個時候你沒有辦法告訴我它是向成的FV 因為 這個時候你看到了 這個90度是用水平線和牽直線 這無法呈現吧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就用向量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寫出向量 內積等於0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寫出一個叫做AP向量跟ABP向量 AP跟BP向量 那就會得到X-S1 豆點Y-Y1 會去內積S-S2 豆點Y-Y2 等於0 那這時候寫出來就是得到S-S1乘上S-S2 加上Y-Y1乘上Y-Y2 好到這邊問題 就會得到這個圓 好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 圓上每個點都可以讓它 量內積等於0 所以請問一下 現在寫出來的這個代數就是這整個圓對不對 會不會有哪一個點沒有被描述到 有沒有 有會有一個點 會讓你看不到90度喔 就是這個點和這個點 為什麼 因為當P跑到這個綠色這個圓上的這個點的時候 它其實就變成 PA跟PB垂直改成AA和AB垂直 可是AA本身就是一個點 它哪來的垂直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不是用垂直喔 它會變成什麼 A點帶進去這裡的話會得到什麼 0向量 豆子它本來就會等於0沒問題 所以它其實還是可以包含A點 它也可以包含B點 所以這種寫法的話它會有一下子 但是它解釋的時候它會說 90度是在除了AB2點以外的點會發生 那AB2點以外的點會發生90度 所以內積會等於0 但是如果在A點跟B點的時候會製造出0向量 所以0向量也可以去內積等於 OK所以 都全部都包含 所以從第一來看是長這樣 好 可是我要從 另外一個角度來給大家看一下 只要你能找到有一個點 跟兩個定點都一直發生90度 那你這一個點 就會以它為直徑圓上的點 聽懂意思嗎 如果我跟你說有一個P點我不知道它在哪裡 但是它到A這個固定的點跟到B那個固定的點連起來都會90度 那請問一下P一定會在哪裡 會在以它為直徑圓上 的 除了AB2點以外的點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有講90度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是圓上的每一個點都可以跟它連起來90度 除了A和B 你懂我意思嗎 OK好 好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個題目 很經典 好那 下一個叫做阿波羅圓 這個就不用多講了 阿波羅圓的定義叫做什麼 我給你一個點 A 和一個點B 那我的點A和點B 有一個點P 它到他們兩點的距離竟然 會產生比例 這個比例K不要等於 0 和1 我不要0和1就好 其他的我都可以接受 好 還有K要大於 OK 那 這樣就會產生阿波羅圓 好那前面我有稍微介紹過這個我就不在這邊介紹 OK 這樣問題 好 那圓密性質昨天有講過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看一下 好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個題目 所以要找一個圓啊其實他 他常見的技巧就是這個 還有他應用就是這些 那我們來看題目 好請看 後面第15題 看16 好這兩題 好我想要先看16題這一題 16題這一題他其實是一個直徑式的應用 看一下他說 如果有一個A點 他是原點 那還有一個圓 他A點是在圓裡面的一個點 好所以我們可以畫一下他的圖 那他的圓心是11 半徑是2跟號2 半徑是2跟號2 好大概長這樣 好那零零在這裡 好那他說 今天通過A點所有弦 那通過A點的所有弦 答案是有很多條 其中有一條是長這樣 但是他不是要這條弦 他說 但是他不是要這條弦 他說這些弦的 終點我想要你把他留下來 所以我把這個弦的終點留下來 好就是這個 通過A點就是這個原點的弦有這麼多條 其中一條是他 而他的其中這一條的終點就是他 他說如果把這些終點全部都留下來 會產生的軌跡方程式是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說A王是 那這個點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特徵 好可是這個時候你再找另外一條弦 我再幫你找一個 比如說這一個 這條灰色的也是一個過A點的弦 好那他終點在哪裡在這裡 所以他要M2 好所以他要M1 M2 M3 M4 M5 這樣全部的 終點全部都找出來之後他會變成什麼 那如果你要找出他 會變成什麼 你應該去找這個點有什麼特徵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去想他是弦的終點 弦的終點在國中最愛跟誰連結 跟圓心啊 因為他跟圓心連起來馬上就會出現什麼 90度嘛 對不對 那這裡是不是又是一個弦的終點 所以他跟圓心連起來是不是要90度 OK 好那這個時候看起來還不知道有什麼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這個90度啊 和這個90度有一個共通點 那個共通點就是他的 主邊 連的 對象都是連到兩個定點 這個也是連到這兩個星星點 所以他就會造成說你原來你要的點就是都是連到這兩個星星點 都會產生90度啊 所以這時候是不是回到我們剛才的直徑式 只要你能到兩定點的距 連起來的線段都會垂直的話 那你的M 就會在什麼 好 A B 好 這個原心叫做B點 為直徑的遠 好 下面括號 除了AB 好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只是要求我連到A跟連到B都要90度啊 所以這個時候連起來要90度的話就是 以他為直徑的圓上的每個點都可以連出90度 可是A點連不出90度 為什麼 因為從A點連到A點跟A點連到B點是一個點和一條線 沒有90度 所以這個時候 原來你要的東西就會是以這個為直徑的圓 但是圓上的每一個點你都要 但是就是不要這兩點 OK 好可是這個時候我們再回來看題目 題目的要求並沒有說一定要看到90度啊 他只是說要終點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去思考 那有沒有機會讓那個什麼 讓 這個點當終點 的弦 當然有啊 我們用看的就看出來就在講這樣 誒話不好 這個 這個時候這條弦有沒有把它當終點 有啊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他也有機會當終點 那他有沒有機會當終點 有啊 那它的弦長這樣啊 對 對不對 過A點又過圓心的這條直徑 他的終點就是圓心啊 所以B點也會當終點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會因為 你 A 和B 也可以當什麼 也可以 閒終點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把它補回去 本來圓 你會把AB拿掉 因為你那個圓是要看到90度 所以 既然是要看到90度就不可以把A點跟B點拿進來 啊可是最後你的答案不是要看到90度 你是看到要當 弦的終點 所以這個時候A點跟B點還是有機會當弦的終點 所以再把它補回來 所以最後整個答案就會是以AB為直徑的圓 那以AB為直徑的圓的方式的話 可以怎麼寫 就是X減掉0 乘上X減掉1 加上Y減掉0 乘上Y減掉1 等於0 好這樣就是圓的 好 可是顯然直徑式的話 其實不好看到圓形跟半徑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怎麼樣 打開再整理 或者是乾脆把直徑的終點找到 就是圓形 圓形跟他的距離就是半徑 就可以把它處理掉 好都可以 這個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所以這一題 大家都想要用畫圖把他答案畫出來 可是不太可能 你要找一兩個點 然後之後再去看他有什麼關係 這樣會比較好 這樣沒有問題喔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可以來看一題 我找一下那一題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可以來看一題 翻怎麼那麼長 這是報復嗎 一定他們在報復 好 所以我們看21題這一題 按照題目的說法 他說 什麼叫做投影點 投影點就是我離你最近的那個點 就是投影點 那講白一點就是做垂直 對不對 我如果要到一條線做最短距離 我一定對那條線做垂直距離 就這樣 OK 好 他說今天有一個平面 好 那這個平面我把它畫出來給大家看 他名字叫做 222-Y等於4 等於2 他說這個平面上有一個點叫做222 好檢查一下 222有沒有在他身上有 帶進去好的 所以222在他頭上 結果他說 在平面上有一個 通過222這個藍色點的一條線 所以 接下來還有一條線 那條線畫完之後 都在平面上 綠色平面上 他不會離開這個平面敲出去 OK 他會在 SY平面上 所以他會有很多種線 所以你要幾條就有幾條 但我現在只畫一條給大家參考用 好 那用完之後他說請問一下這個時候 有一個點叫做圓點 那我可以檢查一下圓點該不會躺在綠色平面上嗎 結果我們檢查一下帶進去不合啊 他帶進去不合嘛 不合就不在平面上嘛 那他說 接下來在平面上這個線 我不知道他怎麼跑 但是我這個時候我圓點 圓點 很想在那條 跑洞的藍色線上去做投影點 好那這個投影點我給他名字叫做P P有沒有用過沒有 好啊這個叫做 Q點 222叫做好 點A 我想Q點去對 這裡去做 投影點P 他就問了一句話 一句話叫做什麼 他說請問一下 投影點可能是下面哪一個 投影點可能是下面哪一個 請問一下 在這樣一個問題之下 你有沒有看到剛才我們在著重的印字 就是你要的那個投影點 好像連到這個地點 連到這個地點都會有什麼 90度對不對 所以 你在這個題目裡面 你要去想到東西就是 你畫了一個可能的CASE 那個CASE讓你找到 原來你要的點 會發生90度 所以會發生90度 所以你要的點 會落在以AQ為直徑的 球上 為什麼 因為你是你是在講空間嘛 所以你現在要對於你的PR 檢討出一個現象就是P 到Q 其實會垂直P到A 所以你可以應該馬上就可以寫出來P在什麼 P在AQ為直徑的球 好但是還是老話一句 跟我談90度我就要把直徑拿掉 為什麼因為你要看到90度那我在直徑的兩端點就沒有所以 除了AQ 好但是你不要把他拿掉你就以為他是真的沒有你要去再討論一下 因為題目真的要的東西只是投影他沒有說我要看到90度 是因為我們都覺得投影要有90度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去想 對啦多有90度對 所以多有90度就應該會有這個灰色的話 可是這個時候 如果要只看投影不要有90度這句話 可不可以有Pi 可不可以有Q和P 好這個時候 答案出來 要做 AQ嘛 除了A和Q好 A 可以 但是Q 不可以 好 因為你要做最後的判斷 因為你要做投影 那你投影的對象是什麼 投影的對象叫做 綠色平面上的一條線 那你Q投影上去有沒有可能投影到Q 不可能啊為什麼 因為你投影上去那個點一定至少要改足一個條件叫做我在綠色平面上 那你投上去你又沒有在綠色平面上因為你本身就不在綠色平面上 所以Q已經不用講了啦 Q絕對不會是投影點 好那可是問題是A 這個點有沒有可能是我投影 有有可能 好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做一件事情 叫做三垂限定 有沒有可能有一條線過A點結果跟我現在的Q連起來會有90度 有 只要Q點對這個平面先做一個 垂直 那垂直完之後我跟A點連接起來這一條線一定就是垂直 為什麼因為我先對平面垂直所以這個垂直很強大 強大到這個點起來一定會90度 那做好90度之後 你只要再過A點的地方 還有 跟這條線去做一個垂直線 垂直線 這叫做二垂 那這個二垂做完之後 在這個點跟他連起來之後他就會產生垂直 這叫三垂 所以第三垂會被創造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再回來看一遍 顯示一下有沒有一條直線過A點 有 這條直線還在平面上 那這個直線上的A點有沒有辦法當作Q對他做連線剛好的90度 有所以他就是多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A點為什麼可以 就是用三垂直線正回來 好但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 我們就可以得到 原來我要的答案 原來你要找的P點 就會是 以AQ為直徑的球 但是這個時候除了A點 A點可以回來 Q點不要回來 反正等一下不會有Q這個答案 你看一下他哪一個學校有Q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要去檢查 以AQ為直徑的圓 請問一下 A點是圓點 Q點是圓點 那這也是 球心在的話 1111 好這是心 好那那顆球就可以寫出來 就是S-1平 加上Y-1平 加上D-1平 等於半徑多少 111-3 R平方 所以他這裡會有一顆球 想像一下 最後一顆球 球上的每一個點 球面上的每一個點都能跟他A和Q連起來是90度 好可是這個時候 這樣不夠 因為你要的那個點其實還是需要落在什麼 平面上嘛對不對 還是需要落在平面上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的那個要求其實是這一顆球跟這個平面 的結合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圓圈 那會不會有焦點 一定會有焦點 我告訴你保證有焦點 為什麼 你已經 這個球已經有一個點在平面上了 那 你說會不會切 應該沒有切吧 我猜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001到他的項鍊又不是法項鍊 所以這個已經歪掉了 所以他不是切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切的話 那基本上就會交一個圓了 都已經有焦點了 又不是切 那就只能交一個圓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圓 所以我想要把那個圓 所以他現在問題就是問題 就是這五個點 有哪些點是在這個圓上 可是你要知道這個圓上的點有很多個 所以不要去把它找出來 你就把它帶進去就好 那怎麼帶勒 這些點有兩個要求 第一個要先滿足這個圓球 第二個要在這個面 所以 你把這些點都帶到這個 跟這個都符合的 我就要 所以這一題的檢查就是把五個點都帶進去檢查 那 應該有人會發現 這個就不合了 為什麼 因為2022帶到這裡就不合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就先拿掉 那1345的話帶到這裡都會合 那接下來1345就去檢查什麼 檢查這一個就好 檢查這一個就好 所以說很難算其實也還好吧 你看這帶進去剛剛好 對不對 這帶進去 醜醜的 但是應該還可以算 OK 好 那這一題就是 空間中 但是我還是要跟你講直進士 的一個經典範例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先講到這邊 那我們大概 實際語言 大概就講得差不多 等一下再收尾一下就好 好 先這樣下課 會不會不見 好 那圓跟直線的關係的話我要先講 我們在 我們在後來啊 我們對於 圖形啊 除了要你代數式跟 圖形去做連結 代數幾何幾何代數這個連結要很強烈之外 其實後來慢慢的我們也會希望說 你要懂得怎麼樣代數式去幫忙你去 討論圖形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所以 有時候我們要建立這件事情的話我們要稍微來認識一下 第一個像圓和直線的關係基本上我們從圖形來看 他應該就是有一個圓 和有一條線 那他們的關係可能一開始是長這樣子叫做 井水不放河水 OK 對不對 那另外一種關係的話就怎樣 另外一種關係的話就是什麼 那條線有點過分他就太靠近了對不對 但是他太靠近靠近到什麼的 大概靠近到這種程度 就叫線 欸線 選不到他 好啊這個線就碰到了 對 那另外一種的話就是更靠近一點點這樣 連到 交到兩個點 所以我們圓跟線的關係基本上就是這三種關係 那你看一下你有沒有辦法再做出第四種關係 應該沒有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如果在空間中就有可能 在空間中就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今天在空間中你只是跟我討論圓和線的關係 所以 在空間中就可以再產生新的關係就是什麼 一個圓啊 有一條線穿過去這樣而已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個時候他的關係我們會說 欸我可以用圓心跟線的距離來 看他們的關係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個是這個關係 有一個是長這個關係 那是不是很複雜 所以我們在空間中討論 這個叫做圓圈 在空間中圓圈和一條線的關係 其實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平面去看 好所以這個時候有這三個關係 好那圓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C 他的方式按照標準式就是 Spin加Ypin 加 X加EY 加F等於0 那另外一條直線L 我們就給他設一個方式叫做Y等於A加B 先 先撇開 先直線啦 反正我們就寫Y等於A加B 那他們的關係就是這三種 那這三種 我們從圖形來看會有這個 那我們從別的來看 你看一下 以代數式來看的話 你會有什麼關係 我先不要講代數式 先以幾何的概念來看 怎麼做分類的 你可以從幾何上的什麼意義來去知道說他是這三種形態的哪一種 所以我們就會用圓形 到這條距離 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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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圓形到直線的距離 這叫做D D 圓形到這個距離 這個D 圓形到他的距離 叫做D 好 這些距離其實去跟什麼做比較 去跟這個 圓的半徑做比較好 那圓的半徑叫做R 你應該這樣看得出來吧 應該這樣看得出來吧 我這樣把R跟他重疊在一起應該就很容易看得出來 這時候叫做半徑太短 距離太長 這叫做半徑跟距離的一樣 再來另外一個的話就是半徑 距離小於半徑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產生這種圖形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從幾何的那個現象來看他的到底是哪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叫做代數 代數關係的話 我們就是去想 在幾何上面 你要看這三個關係 其實就是在看有沒有碰到 有沒有碰到就是有沒有焦點 那以前國中講過 找焦點就是解什麼 連例嘛 所以我就去解樓上的連例 那解連例的時候最重要的一個技巧叫做什麼 把帶路消去或加減消去 就是要把位置數降的越少越好 叫降圓嘛 啊再來叫降式嘛 那我們通常實線的話 寫成這樣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主張把Y用A加B帶進去 那上面的Y就改成A加B Y改成A加B 所以就變成一個 單純的 X2次4 那X2次4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 它叫做AS平方加B加C 最後你再解 這個2次4 那我們可以從解的情況來判斷出你到底是什麼情況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解的情況的判別式就是小於0 這個就是等於0 這個就是大於0 你可以做出這些分類嘛 你懂嗎 所以我們從這邊 我們開始來介紹一些東西 叫做我沒有真的要算出來 我只是要你判斷 那你的判斷有從幾核的判斷 也有從代數的判斷 OK 這樣有問題 那為什麼跟判別式有關 因為我們判別式在交解嘛 對不對 那X5解的話 那怎麼會有交點呢 那X恰一解 重根 那就是切嘛 那如果有兩個解 相一解 因為二次4有兩個相一解 判別式會大於0 那這個時候就代表有兩個交點 OK 到這邊可以 給他參考 所以這是他的幾核代數 代數 跟幾核關係的判斷 OK 那沒有問題我們就可以來看題目啦 好啊剛才15題啊 叫同學自己畫 這題目畫完了嗎 上次有同學問這題 他說他想要怎麼算 所以我剛才講過 我們在看這些題目的時候 有些東西真的用算的比較好 有些東西不要算用畫的就好 像這題的話只要會畫就好 像他這一題他說 我如果Y等於根號這個 那請問一下內有一個小點 36點P有一個光源 請問一下這個光源能照到-3你P的最小值是多少 那你就要知道這個東西叫做半圓形啊 為什麼他是半圓形 因為你從這裡看不出來他是圓啊 所以你會把根號拿掉所以你會平方他 所以Y等於什麼4節XP 你會這樣子做好可是我要先告訴你 如果你把這個 平方拿上去 那我就要反問你 那你可以回得去嗎 你樓上那個東西回來一定是他嗎 對啊 你平方上去其實在我們在代數室裡面我曾經有講過 做這種動作 同層位置數或者是把位置數兩邊同時平方 或者是同時約分 或者是同層位置數 其實都會造成一些現象 可能會增根 可能會減根 所以有時候你要稍微判斷一下 像上面的東西下來不會是只有他因為他下面下來 開根號的話會有正負根號所以他只留正負根號他不留負根號 本來他下來會有兩個所以上面呢整理完之後會是一個完整的圓 對他是一個完整的圓 注意一下他圓的半徑不是四 我剛才有講過 稍微寫一下 他會是一個完整的圓 上去會變成完整的圓 可是回來的時候你不是要那完整的圓 你要的是那個 Y等於正負根號的那個圓 那個部分 那Y等於正負根號就是Y要正數 所以我們這時候把綠色那個圓全部畫好 綠色那個圓全部畫好大概長成這樣 可是你回到你今天要的東西叫做 你的Y坐標 你的Y坐標要正的根號 因為他沒有寫就是正 有寫就是 寫負的話就是負根號 那正負根號就是要正數 請問一下這整個圓上的每一個點 哪些Y坐標是正數 就是 樓上那些 那正數或零 OK所以他只留下這一個 所以他今天在講的東西是在講樓上這個半圓圓 就這樣而已 好這就是他所謂的建築物 所以其他綠色你可以不要理他 那這題他畫圖應該不是多難的事情 最後就在講這個 他說第一項線上有一個點叫做山痘點P 因為他半徑是二嘛 所以三在這裡 那P在這裡 所以這個點叫做山痘點P 他說結果他的光線可以照到負山痘點P 那負山痘點P就在講他 那什麼叫光線照到他 所以就是照到他 所以他想要畫面就是長這樣 他說請問一下 要讓P越小越好 所以 P如果再高一點點的話 當然一定照得到 剛剛好照到就是最低的時候 所以他要找的這條光線 剛好是什麼線 是切線嘛 所以後來大家就開始拼命的找切線方式 可是實際上根本沒有要你找切線方式 你要把國中的那些 習慣都拿進來 那個習慣就是看到切 馬上就要跟圓形連起來 畫上90度嘛 國中不是看到切點就應該要畫這個嗎 那畫好之後 其實把知道的東西都放上去 這2啊 這3啊 這個長度我也知道 跟號多少 9減掉4嘛 跟號5 對 那你為什麼要討論這個呢 因為你要找的P其實是在哪裡 是在這裡 可是你好像也知道這裡 這裡叫做什麼 6 6 所以這裡有一個紅色三角形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個紅色三角形 這也是P 這也是6 有一個藍色三角形 這也是根號5 這也是2 這也是3 而藍色和紅色是什麼形狀 是相似 為什麼 因為90對90 然後過來 公公角角角角A 所以我們就可以推了啦 那如果你再加上一點點三角函數成的sense 其實你就知道細打啦 因為這裡也有細打 那你要推P的話 只要6乘上Ting 就會等於P的嘛 所以後來你會發現P 就是6乘上Ting 而Ting 從這個藍色的圖 讓我知道 不是2 分 它會整理一下 跟它5分喔 好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好 所以這個題目不要真的在那邊找切線 你只要透過這樣畫圖應該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好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那這樣技巧好不好 當然很好啊 你看 從這樣子就可以想到用途就可以解決掉了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們昨天是不是有 是昨天我們有提嗎 我們有提 等一下看一下 我們昨天有提這一題對不對 有吧 OK 有提這一題吧 你不要看這個東西就想說 我一定要用三甲函數的疊合 我們2-2的進度裡面 我們在疊合 對 我們有交疊合 給你真的把它打開之後 它就會變成樓上這一題 第四題 你這個設那邊是A 這邊就是A-1-1-2 然後變A-2-4 可是有點麻煩 這個不麻煩是因為它沒差 它什麼我都要 可是樓下這個我就會覺得很煩 為什麼它只要0到排 所以它就會造成那個Sign加Cosign它有限制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可以把它圖形化來想 原來它是在講有一個定點1到 跟圓上的某一個點去找面積 那我們的想像力就可以用出來了嘛 所以有時候畫圖它可以把題目變得很簡單 畫一畫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 這個思維你就稍微記一下 而且這幾年他在考試的時候他就喜歡有這種巧思 那個巧思是不難 他就說代數字跟幾何是連結在一起的 OK 回來我們繼續 好所以圓的部分這個詞語題就講完了 然後那我看一下樓上還有沒有什麼題目 應該還好沒有別的題目 我覺得他們是故意的可惡 他一直在挑釁我們 這樣不行 重點是下一節課是數學課 好 那這樣圓就講完囉 這樣沒問題 OK 給他我們那一張考卷什麼時候要考 那個模擬卷 一到三 當功課喔 我講了喔 你們發了沒 他發了喔 那好 趕快寫啊 吃小孩趕快寫 乖 對好 那我這邊講 補充一題喔 這一題很多人在問 這一題 他說 圓上有幾個點和圓點的距離正好是整數值 這個 真的蠻多人問的 你會怎麼想 你告訴我 因為這一題後來把他拿去那個什麼2-2放著的話 很多人就做一件事情很妙喔 他說我知道圓上有一個點他就把圓的參數式寫出來 那他把參數式寫出來之後我也覺得很還還不錯啦 那我們現在想一下他就把圓上的每一個點的參數式都把他寫出來叫做7跟8嘛 加上3口3跟33 那 有多少個點 就是多少個sy他跟圓點好00 的距離好所以這個d怎麼算 他減掉0 對啊那個sy的作標確定就是用7加3口3跟 8加3s去跟00找距離的話那就變成7加3口3減掉0 的平方 加上8加上3s 減掉0的平方就是這兩個 這就是d 他說有多少個d 剛好是整數 有多少個減可以讓他的d是整數 好他就這一題他就繼續算 好我沒有說這樣子不能算喔 只是這樣子算有點 厲害喔 你看一下他怎麼打開我幫你快速打開 這裡會有7瓶這裡有8瓶 49加上64 等於113 那等一下會有9口賽瓶9賽瓶所以會有一個加9 阿最後23的66是6742 42倍的cos加上 6848 差得到這個結果 那請問一下 如果走到這一塊的話我覺得OK可以接受 好但是問題是他有幾個 可以整數好先講整數有幾個 請問一下這個時候你要找這個d的整數其實我會問你啊請問一下在這個d d 他有一個定值 他有一個變動的值 請問一下d就會產生 最大值 根號 122加什麼 最小值 就會是根號 122減什麼 不是應該會出來吧 對啊因為這裡是固定的啊就是122吧 那這裡的話不就是我們在那個2-2的時候學的a3加bcos的疊合嘛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會有最大值這裡一定會有最小值 最大值的話我馬上猜給你看那個很快因為他對系達沒有任何限制嘛 因為他整個圓在那邊繞一圈都隨便擰嘛 所以他最大值一定是發生在48瓶加上42瓶 只是很痛苦而已 最小值一定就是減掉這個 就所謂的a平加b平開根號 就是最大的時候所以加上他就最大最小在負根號所以減掉他就是最小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找到d的最小值就是根號這個東西最大值就是根號這個東西 那你說你的距離是要整數 那我們只要滿足什麼條件 滿足找到這裡跟這裡的完全平方數有幾個就好 從這裡到這裡黃色的部分的完全平方數有幾個其實可以估計 我舉個例子如果這裡叫做21 這裡算出來大概21點多這裡算出來大概是200點多 那21點多到200點多他完全平方數有誰有25啊有36啊有49啊有多少64嘛 不然81100嘛121144169196嘛沒了 可以估計嘛對不對 可是你要記住喔你每估計一次的話 那個距離只要一出現就會有兩個答案 為什麼因為你在疊合的時候他其實有對稱性的東西 好但是這個時候腦袋想實際很麻煩 但是他真的還是可以疊合用 可是如果你這一題的話你願意 先把圖畫出來再想一次的話那可能你就不會那麼辛苦 因為這個圓在7-9.8 7-9.8半徑是3的位置 那他只是想要找到 我到遠點的距離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不知道距離是整數的是誰 可是我知道距離最短的是他 我知道距離最短的是這一段 我們之前有證明過嘛為什麼這個時候就最短 因為連起來 只要距離減掉半徑就是最短 好那這最短是多少 就看7-6.8到圓心的 原點的距離是多少 49加上64 等於113 再減掉半徑2 半徑3 所以根號113 減掉3 那最遠是多遠 最遠就是 這麼遠 叫做根號113 根號113加上一個半徑 好 那我們來估計一下這個數字大概多少 因為根號113大概是10到11之間 所以10點多減掉3得到7點多 那這裡也叫做10點多加3等於13點多 那我問你 你絕對不要這個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點的距離不是整數 所以你要再比這個距離 因為他是最小的 所以接下來的距離應該會比7點多再大 所以比7點多再大的下一個整數應該是誰 是8 那你覺得8在哪裡啊 8就是從這個點出發 你只要往這邊走就會變遠 那變遠就會比7點多遠 那再遠的過程中 他是一個連續增加 所以你一定會經過8 再經過9 經過11 12 13 之後到13點多 所以我相信樓下這邊應該會有一個點 他的距離叫做8 這個距離叫做9 再來就10 再有11 再有12 再有13 最後才到13點多 所以這123456 這也會有6個點 那我相信樓上也會有6個點 所以6加6等多少 12 所以你又畫圖就畫出來了 你懂嗎 所以有時候在這個單元裡面雖然我們學他的方程式怎麼寫 可是有時候你可能不是真的要去寫方程式 你可能真的把圖畫一下 或者是你學會看方程式知道他是什麼圖 把它畫出來就好 OK 這是這個單元 他後來的精神 蠻多是在講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應該 還好了啦 後面決策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難題 好 沒了 差不多就這樣 好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下一個單元 我說我們在講完那個空間中的直線 與平面之後就會進那個 複習的嗎 那個進度 最後一個進度 不一樣 那當然不用了 我們就能做了 那之後我們看 我們可以做了 我們在做大廣田 不是 我們要做這些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照顧 我們就要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